各位媒體朋友 在昨天台灣正式加入IPEC 這是一個叫做對中政策跨國議會聯盟 我們感謝IPEC跟全世界支持自由民主人權的夥伴 大家聚集在台灣支持台灣也提升了台灣的能見度 台灣能夠正式加入成為會員 很重要一個理由是台灣民眾黨的參加 因為IPEC是一個反獨裁反威權的國際組織 他的規範就是要有跨黨派的成員共同入會 那這次因為台灣民眾黨的加入 事實上我們的立委陳昭之也成為了共同主席 可以一起討論這個國際趨勢與對中政策 這是好事 但是很遺憾的 民進黨的外交國王委員會的趙偉王定律 你是真的不知道還是知道故意要招搖 說什麼因為是民眾黨不參加才讓他們不能參與會議 事實上在還沒成為會員國本來就不能參加會議 那台灣民眾黨的立委都有報名參加 所以無法理解是說 為什麼王定律要每天在這個社會造謠 然後又很多媒體接著跟進 我要禁告民進黨 台灣不是民進黨的專利 造謠也不是一個治理國家的好方法 昨天看到賴清德總統在IPEG的峰會上慷慨激昂 可是我要說的是 以領導的政府造謠 專門在製造內部的衝突對立 這是民主退步走向獨裁 看不出哪個地方在民族反威權 昨天也在金門的這個露傳歡呼事件落幕 所以我們台灣是道歉、賠償 問題是台灣過程有沒有公開透明 有沒有檢討改進 還是根本就是黑箱作業 所以到底是談了什麼 整天說要守護民主、主權 沒有公開透明到底在守護什麼東西 所以 在今年年初的時候 台灣民眾黨進入這個 國會的時候就說我們希望 要做到憲政改革、國會改革、司法改革跟媒體改革 很遺憾的在這段時間 怎麼會放任 這些名嘴在每天的政論節目在那裡造謠 當做政治的打手 這是我們感到非常遺憾的地方 所以是這樣 警告民進黨 既然 都已經執政了 當家不鬧事 認真工作 不要每天在台灣社會製造衝突對立 好就這樣 好 那感謝主席 今天針對台灣在國際上的立場 我們必須要堅守 而且 愛台灣不是民進黨說了算 也不是民進黨的專利 不要怕民眾黨喊愛台灣喊得比民進黨大神 所以我們今天特別呢 還是要召開記者會來跟社會大眾宣布我們的看法跟我們的想法 那我知道這個很多媒體朋友對於實事上面有很多的想法跟意見 所以我們現在開放給媒體朋友來做實事上面的聯訪 好來 首先我們請台視 因為礙於提出限制我這邊是針對圖利 那可能題目會比較多一些 那首先是針對您昨天在節目上的說法 就是針對圖利那一塊 你自己有覺得是失言嗎 那您自己真正的意思要不要解釋一下 另外 你怎麼看藍綠也攻擊說 這一塊是法盲 甚至說你是要圖利 除罪化嗎 然後甚至呢也有人轟你說就是自創容積獎勵辦法給特定廠商 然後最後是8月20號呢金華城教授小組要再邀彭政森去說明你怎麼看 你這意思問太多了 第一連講話要看前後文 你不要就斷章取義講一段 今天最重要的是公務員有沒有依法行政 替老百姓辦事就這樣而已啊 每天再講一下圖利看什麼我就覺得很奇怪 然後整個 整個媒體我為什麼會覺得很生氣 從今年幾月開始好像三四月 每天一開始 從以前是說柯文哲是中共同路人 然後現在每天都說柯文哲要被抓去關 講了好幾個月到底是在查到什麼東西 我就已經一開始就講了 把所有的東西 上網公開 包括會議紀錄來調查報告 那你哪個地方有問題你就把它調列我就足以回答 每天影射 寒沙攝影 搞了幾個月了 查到什麼東西 所以這樣 這個政治不應當是這樣 是就是不是就不是 怎麼每天在搞什麼東西 所以我實在是 我對這一段時間你知道 這種媒體的作法 感到非常的不滿意 你剛才問我什麼 你不要一次問太多 還有 還有彭政森 不好意思因為今天我們 題目有 不是啦 彭政森要去 這個這樣 他就去議會 他不知道什麼就講什麼 就誠實講就好 我相信每個公務員你知道 我不敢說每一個 應該說絕大多數 一定是依法行政 不會公務員故意去犯什麼法 所以每天講人家什麼土地幹什麼 這奇怪 還有一點 經過都市計畫委員會 都市設計規劃委員會 還有三個專案小組 還有都發級這麼多官員 那你是要 你們到底是懷疑哪一個人 不好意思 中置這邊提問有關那個高雄安事件 這邊有幾點想要跟您做詢問 包含就是因為這個 466元被判刑的 這龔衛文 民進黨這個台南光電 避案都已經上議員了 這龔衛文的判決 似乎好像相較之下一點 像一個廉價笑話 第二點就是 這龔衛文其實有爆料 檢方說要 檢方說這個上面辦高雄安的關鍵16分鐘 消失了 那以後是不是 民進黨辦案都會這樣子辦案呢 以及就是起訴高雄安的司法人員 通通都升官了 主席你認為有這麼剛好嗎 最後就是 目前高雄安是遭到停止啦 然後有人認為會計畫這個綠營罷免的情緒 如果拖到明年1月任期過半遭罷免 等於說好像 中央就直接指派這個代理次長是不是落入了綠營的圈套 這個 這個叫公衛文嘛 黃玉文 他都敢在法庭上公開指責那個檢察官 你 跟他講說 上面交代說一定要起訴高雄安 然後那個16分鐘的錄音不見了 黃國昌在立法院 直接質詢 司法院也說這個有瑕疵 然後這個檢察官當天在法庭上也不敢講任何一句話 為什麼這個人現在是升官的 那村國老百姓在看 以後我們去法庭可以 那個錄音帶就 空白一段被這樣幹了 今天司法院有沒有出來 說明為什麼他16分鐘不見 而且那個被告就直接指責檢察官 說他 上面交代要起訴高雄安 還有一點 我也不敢說 看出466元就不用判警 很好 那以後大家都通通比照辦理 466元 這是民進黨新的標準是不是很好 那以後就全部比照辦理 好來這個最後一題我們 三例 主席想請教一下怎麼看黃國昌委員說要簽生死狀 2026年民眾黨的新北議會要有一個黨團 那他還說如果沒有達到就要付金請罪 那主席有想好要他怎麼做嗎 謝謝 這個我們八個部分區立委都有各自負責的區域 新北人 人口最多 有400人 這是黃國昌的責任區 這是你負責的責任區 當然成敗你要有責任 這也是給他一個 自我自我自我的這種什麼 記憶力你知道要去要去把這把這件事情做好 台灣民眾黨還是要積極的發展基層組織 還是要努力 大家都說我變漂亮了 其實是氣色好 肌膚保濕做得好 氣色自然漂亮 我選擇 KS皇家呵護 蘆薈保濕舒緩凝膠 因為他用國際蘆薈 協會認證高品質的酷拉索蘆薈 還有大量的黏多糖體 類似於玻尿酸 可以幫助鎖住皮膚水分 讓肌膚長時間保持水嫩 還運用TTS技術 增強蘆薈的生物活性 修護舒緩日曬後的各種不適 KS皇家呵護蘆薈保濕舒緩凝膠 幫助您隨時擁有水潤肌好氣色 呵護您呵護全家人 專屬你的KS blow your care 粉狀卻